近年来,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纷纷谴责费已经在东都决散的侵犯人权行为。 比利时国会诸二提出一项决议,东都决散维吾尔人存在严重种族灭绝风险,有关东亿已获得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并将在7月1日全体会议上确认。 比利时国会议员穆塞尔·科嘎拉蒂·科俗发行社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必须得到众议院7月1日全体会议的批准。 自3月底以来,成为中国制裁目标的欧洲人之一科嘎拉蒂说,比利时议会打算承认种族灭绝罪,但比利时现在这将其视为严重种族灭绝的风险。 他说,这次投票是几个月前无法预测的历史性发展,这将会是继加拿大、荷兰、英国、立陶宛和捷克之后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实行反人道罪行的第6个议会。 据报道,中国首次任命驻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 据阿拉伯新闻网15日报道,中国驻沙特大使兼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陈伟琴,在沙特吉大向伊核组织秘书长欧塞敏提交任命书。 诚在一份声明中说,周日我将中国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亲属的任命书转达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尤苏夫·欧塞敏博士,正式成为中国代表。 在中国对多多决散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政策被许多西方议会视为种族灭绝的时候,伊斯兰世界对这种压迫的沉默受到了批评。 在北约峰会公报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之后,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相关立场是冷战思维延续和集团政治心理作祟。 北约中一发布的联合公报中写道,中国正在迅速扩大紧和武库,拥有更多的弹头和更多的先进运载系统,以建立一个核三位一体的武器系统。 这个西方军事同盟还批评中国的武器发展计划不透明。 针对北约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周二表示,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公报的相关涉华内容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诋毁,对国际形势和资深角色的误判,更是冷战思维延续和集团政治心理作祟。 另一方面,上周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在公告中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指的是中国对待维吾尔人和香港人。 本周二,中国派出28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其中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 台湾国防部指出,这是中国军机绕台数量最高的一次行动。 台湾国防部周二称,当日共有28架多型中国大陆战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活动。 此创下,去年国防部公布中国大陆战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来,单日活动加此最高纪录。 对此,台空军指出,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击。 军机事件前夕,G7集团领导人上周如发布联合声明,其中救人权等问题指责中国,并强调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云稳定的重要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正在评估中国广东省台湾核电站可能发生泄露的事件。 台湾核电站是中法能源领域的一个重要合作项目。 CNN收藏援引美国官员以及看到的文件称,美国政府过去一周在评估中国一家核电站发生核泄露的报告。 此前拥有并帮助运营该核电站的法国,法马通公司警告称,放射性威胁迫害在眉睫。